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基督教中心的转移 这个我感觉到在国内的同学或者是学者当中 不一定是很清楚觉察到 我这次在北大开一个课 也特别强调这一点 我说不要把基督教的中心 仍旧放在欧美 至少有十多年以来 基督教的中心或者中心 与人口来做一个例子的话 已经转到亚非拉 我做一个初步的统计 今天全球的基督教在亚非拉 就是欧美之外的 占了差不多有百分之六十了 在欧美的只剩下百分之四十而已 如果从人口这个绝对的数目去做一个标准的话呢 我认为我这个题目基本上可以成立的 就是世界基督教的中心 已经渐渐从欧美转到亚非拉 为什么今天包括国内的学者跟同学 潜在意识或者下意识 一想到基督教还是把它跟这个西方或者欧美连串起来呢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第一因为历史背景 因为亚非拉除了比如说印度很早就有基督教之外呢 或者是唐太宗正观九年 有公元六三五景教 所谓的长安以后呢 绝大部分的亚非拉这个基督教呢 都是近代十七十八十九世纪宣教史 西方宣教史的结果 又有以致命地主义帝国主义这些大家很熟悉的了 所以到现在为止如果很多朋友 仍旧想象基督教世界基督教的中心或者重心 仍在欧美 这个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认为这个题目如果是可以成立的话 即使说世界基督教的中心 如果真是从欧美渐渐转移到亚非拉 有两点对我们很关键性 第一点对世界基督教本身的认识 它已经不是一个欧洲中心论 仅仅联系在一起的世界宗教 第二呢 它本来就起源于西亚 我们是东亚吧 巴黎斯坦也好 近东也好 中东也好 都是亚洲 那么这个呢 有助于我们以后研究世界宗教的 最后这一点呢 关于基督教跟今后的世界宗教对话呢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这是我很简单的做一个提解 好 现在我就进入我的论文的第一点 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讲起 这个Semi亨廷顿是哈佛大学的教授 政治学的 他也做过大概一两届美国政府的顾问嘛 所以他既是学者 又是参议 也是参谋嘛 幕僚 所以对他的认识我认为很要紧 他1993年这篇文章是夏天 在美国或者全球很重要的一个杂志 叫做Foreign Affairs 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 他这个题目本来是问号的 这个问号很多人被覆了 包括中国学者 他是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他是问号的 这文明间的冲突嘛 但是很多人呢 就把他这个问题 覆了那个问号 把他看成是肯定的 出来的时候是1993年 然后三年以后呢 他写了一部著作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文明间的冲突 以世界次序的重造 或者再造 这本书是很厚的 他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中国大陆在90年代中左右嘛 开了好几次学术会议 关于文明冲突论 当时呢 我觉得是以我们华人 中国大陆学者在内 批判他的比较多 因为按照他内容看起来 会给你一个错觉 以为这个典型的美国佬 又再重新加强这个欧美中心论 有些批评呢 的确是有一些道理的 有些人说 他这本书或者第一篇文章 1993年 制造了一个冷战以后的 一种紧张气氛 因为冷战1990年初以后嘛 我们感觉到稍微喘一口气了 突然间这个亨廷顿 杀出一个理论来 说冷战以后呢 这个世界还不是那么安全 因为这个世界呢 正在发生一场 它的严重性不亚以冷战的 那种情况 就是说文明之间 非常非常可能引起冲突 那么如果你再问亨廷顿 是什么文明跟什么文明之间 发生冲突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恐怕要先 为他的文明做一个定义 就是说他列出几个文明来了 基本上他列出七个文明 也可能是八个文明 非洲人是非常不喜欢 到了第八个的时候 他说possibly African 可能包括非洲的文明 那七个文明如果记得不错 应该是这样吧 他把咱们华夏文明用两个字 首先用confusion 鲁家文明 有时候也用我翻译成华夏 Synic或者Synic Synic 一个文明 日本文明 印度文明 印度文明 印度教 还有呢 拉丁美洲文明 还有斯拉夫 东正教文明 然后呢 他没有说基督教文明 他用一个字western 这个是很严重的 西方文明 他没有基督教文明 你看 他有印度教文明 有伊斯兰文明 没有基督教文明 他就用western 这个我批判他最厉害的 写过几篇文章 因为他的western当中呢 无形中 几乎有时候 跟基督教等同 这个理论呢 我觉得跟基督教中心的转移 是不协调的 因为western没有资格 代表全球的基督教 所以我觉得 在他的人 这个文明 这个定义当中呢 把western 几乎是取代了 或者等同于基督教呢 是大有问题 那当时在国内的学者 批判的很厉害 认为他制造一个 没有根据的 不必要的恐方 那现在 经过十五年以后 我再冷静去思想一下 是不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完全没有道理呢 自从911以后 以及接下来不久 美国进军伊拉克以后 咱们今天世界的次序 地球有变动 这个变动来自什么地方呢 其中有一个 我认为 如果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话 可以解释 什么文明跟什么文明冲突呢 是美国所带领的西方文明 注意哈同学 当我讲西方文明呢 我不是指基督教文明 美国所带领的西方文明 肯定是跟伊斯兰的极端分子 这一派的冲突 这个我们很难否认啊 今天世界的不安我再说 不是基督教跟伊斯兰冲突 因为伊斯兰部分的绝大部分是温和的 爱好和平的 我强调是跟伊斯兰的偏激 极端分子 包括恐怖分子 跟美国所带领的西方世界 以及西方世界所代表的典型的价值观冲突 我并不以为是一个宗教的冲突 当然宗教因素是有的 你反恐圣战这些 从伊斯兰的角度来讲 是一个宗教的理念来的 在西方世界当中 当然有基督教的因素 我再强调 15年以后的今天 我们再跟亨廷顿 我认为他有犯了错误 但是他所预测的文明之间的冲突 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今天世界的次序是怎么这么混乱 我坐飞机的时候感觉到没有以前这么安全 也是因为西方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 跟偏激的极端的伊斯兰冲突 这是一点 还有亨廷顿在1993年的文章 还有96年的那一个书里面 还预测还有个可能冲突 这是什么冲突呢 他说是西方文明跟华夏文明冲突 或者华夏文明联合了伊斯兰文明 两个文明来对抗西方 这个我觉得并非是个事实 但是也绝对没有根据 你看今天在西方世界的中国威胁论 很多人买这个论的 这个黄货 The Yellow Plague 也很多人买这个东西的 只要中国渐渐起来的话 有种恐惧 他现在你在国外 我经常到国外去 我觉得老外不管在东方在欧美 他是希望赚一些中国人的人民币 我们带钱去他们欢迎 我好几年前到芬兰的 这个赫兴去的时候 就有本地的芬兰人跟我说 因为我刚刚参观一个 一个旅游重点 他说你看你中国的同胞很多了 我们非常非常欢迎这些中国同胞来 我们交流 我们这个旅游也好 这个亨廷顿 他好多时候把这个基督教文明 跟西方文明等同呢 造成一个什么东西呢 造成亚非纳 很多基督教基督徒的身份的一些危机 identity crisis 我给你个例子好了 这个双重身份的问题 欧美人恐怕没有这么敏感 我给你个例子就好了 以西欧或者东欧以北欧 如果东欧西欧北欧 这些国家哈 没有或者一千多年前或者一千年以前 几百年前如果没有基督教的熏陶 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老祖宗 他们自己都承认是相当野蛮的部落文化的 十多年前我被邀请到台北去 当时有个国际青年大会 我是讲员 来了不少的欧美人 有一天下午是空的时间 主办当就问我 中老师我们来了不少国外的年轻人 你有什么建议 应该带这些年轻人到什么地方去参观 在台北 我不加私说 我说到圆明山故宫博物馆 这一点我就觉得对他们很要紧 哎呀如果你比较过两个故宫的话 咱们北平的故宫或者北京的故宫肯定有些精彩的 你看北平以前是北平是北京故宫 跟台北故宫 这个文物架起来精彩 那么他们就去了 好几个老歪我也陪同他们去 年轻人都是大学生来自北欧的欧洲的 乌友西欧的 大概参观了四个钟头就 出来以后呢我就问当中几个年轻人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our exhibits? 什么展览的? 印象怎么样? 哇他们一口同声 用了最好的形容是 Fantastic Great Excellent 有一个小狗子非常可爱 应该是来自丹麦 他说 I never realized that when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reached its height My ancestors were still barbarians Vikings 当你们中华文明发展到最高峰的是hight 或者summit 我突然间想起我的老祖宗还是Vikings 北欧的野蛮人海盗叫做Vikings 我就跟他说 Well it is good for you to say that You will be very impolite for me to say such things 由我来讲就不好 由你来讲 你看明白吗? 那但是在我们亚非拉呢 如果你把基督教跟西方文明等同 就有问题 比如说我是个信徒 我是基督教徒 我对中华文明的精华呢 我感觉到非常骄傲 你看我两个身份 我一个文化的身份 文明的身份 我是炎黄子弟 我可以大大方方的走在路上说 我是新加坡马来西亚长大的华侨 在我五千年六千年或者更长的历史当中 有很多招拨我不要 有些精华我要 这是我的文化认同 My cultural civilization identity 另外一方面 没有人勉强 我做了选择我成为基督教徒 我也为我基督教徒 这个信仰感觉到不需要道歉 所以我是双重身份的人 既是华人子弟 又是基督教徒 Dual identity 没有问题 那如果你把我的基督教 跟西方等同的话 你不是造成我的危机吗? 对不对? 因为我不愿意跟西方文明等同啊 我要跟基督教普世的宗教等同啊 但是我又是华人了 我就指非洲也有同样的感受 我们看第二点了 世界基督教中心的转移 我觉得这一点需要一些数据 那我找的数据呢 不是绝对的准确 但是基本上是准确的 非洲比如说以现在最新的数目来讲 信徒有多少呢? 是3亿3千5百万 占全非洲的42.7% 那非洲当然有些地方 伊斯兰也是很强 还有他们部落的宗教很强的 不过给你一个印象 是非洲就3亿3千5百万 那么接下来呢 看亚洲有第二个不太重要 你看我们亚洲也不少你知道吗? 3亿对吗? 但是以人口比例来讲相对的低了 只有8.3%对吗? 大家看到了 接下来Europe 那Europe 以它的数目字来讲是相当大的 Europe 你看到没有? 5亿3千6百万 那它是按照人口来的 实际上 如果实际上 严肃的基督教徒 绝对没有这么大的 凡是留学过欧美的 这边是欧洲的知道 绝对没有这么大的 我有一次在这个 德国有一次在英国 几年前嘛 向他们提起 他们很好奇说 基督教的信徒在中国有多少 这个数目字呢 我一直在想 大概只有上帝知道 没有人知道 基督徒 天主教 基督信教多少人 所以我要不要随便猜测 我就跟他说嘛 多少人我不知道 也许只有上帝知道 不过有一点我相当肯定的 到了一般的礼拜天 星期天 基督徒做礼拜的嘛 到了星期天 我说 在中国国内做礼拜的信徒 肯定比你德国 听好哈 法国跟英国加起来更多 没有一个人敢向我挑战 我再说一次 在平均那个 聖诞节 那叫传统节都不算 在average Sunday those people Christians who worship in China the number would be much bigger than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 add together 你可以想象咯 就这种情况 所以你这个数目字看起来啊 是人口一般来讲 是假设 我们是nominal 挂名的基督徒来的 所以他的数目字很大 你看他没有五亿 接下来我们看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 基本上呢 还是以罗马天主教为主 不过最近这二三十年来 新教也发展的很快 你看拉丁美洲的数目也不是那么小 四亿七千五百万 占整个州的九十一点六 Zanoka Northern America 北美了 包括加拿大了哈 北美的数目 因为美国的人口也不少嘛 所以你看加起来是二亿一千两百万 那如果比起北欧跟西欧 美国的基督教是显得比较认真了 所以基督教今天在美国 包括总统选举 还是很重要的 注意哈 意思说 北欧西欧 世俗化很厉害的 所以基督教走的没落最快就是北欧跟西欧 那东欧是另外一件事 我等会稍微解释一下 美国还能够坚持相当重要的基督教的精神 基督教的信仰 所以难怪有时候美国人以为他们代表整个基督教 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就加上布什这些人每次出国 包括来咱们中国 都要说礼拜天要去做礼拜 那弄到我们的公安 弄到当地的教会也非常紧张 那如果这个数目字 同学自己就加加减减你就知道嘛 所以我讲中心的转移 我主要还是以人口来说 因为人口代表是一种权利的 对不对 因为亚非拉的基督教徒 他信仰的制作远远超过欧洲人 我不敢说远远超过美国人 因为美国有些信徒信得很真的 麻烦就是信得太真了 是这样的东西 你看奈日利亚你看到没有 哇这个不得了你看 人口来讲 尼日利亚恐怕是非洲最多人的了 你看他的信徒是五千万的 看到没有 占差不多是百分之四十五点七 接下来请诸位看看下俄罗斯 这个俄罗斯很特别的 你看在咱们中国 因为我们的历史背景 你好像很难想象 这个国家又容忍基督教 又同时是以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作为我们的意识形态 好像很难相容是不是 因为在中国大陆坦白说 四九年代比较突出的 这是个无神论的意识形态 一方面呢 所以基督教是很难想象 但是俄罗斯跟东正教的情况不相对 你看今天俄罗斯 经过这么多年的职业革命以后 你看至少从人口来看 他还保持了百分之五十六点九的 这种情况大家要注意 所以我说东欧绝对不能够跟北欧跟西欧 混淆一谈 你知道八十年代 这个改革开放最早的先锋就是波兰 大家知道吗 如果看历史 波兰的工会的领袖Luzvenza 他是个很敬虔的天主教徒来的 我甚至可以说 如果东欧没有东正教 如果东欧没有天主教 作为他们精神的一个资助在背景 恐怕东欧的改革开放 没有这么快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想到全球的基督教 我们绝对不要忘记 东欧 东正教 我是搞基督教这一环 我认为在全球的基督教研究里面 这是负略了的 但是咱们中国的学者 有这个能力 特别是我们年纪大一点的学长 他们以前就学俄文的 有一次我在某间大学 碰到一位学俄文的老师 他看我的英语还可以 他就很羡慕 他就多么羡慕 他的英语像我英语这样 我的英语像是一般 那我再看他就翻译俄文翻译成中文 我就更加羡慕他了 我像你这样的人才 在新加坡一个都没有 但是在中国大陆 今天俄文好的 有资格搞俄罗斯的文学的 历史的 包括东正教的 我们需要这个学者 咱们中国学者多了 所以大家注意 如果你对基督教的研究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绝对不复裂俄罗斯东正教 以及以前的 因为这是丰富 非常丰富的真言 第三点 基督教研究 在中国不应该 具体是西泽史 西方宗教或者西方文明的隐身 或者滋留 谁在研究基督教呢 我做了一个 不是非常科学的 一个苦记 那些五十岁左右 五十岁以上的 今天 特别是研究基督教这也还的 很大比例是出生于西泽史 西泽史 那他们出生于西泽史呢 就有一个优势 特别是他们研究西方基督教思想史的 就方便多了 我给你个例子了 基督教这些一千五百年 我不晓得第几版 很多版 我一直推荐 我在海外的一些朋友 他要研究什么 我说这本是典型的 你来来看一看 大概有两位 神学生就问我 他说 北大赵东华教授这本书 叫做基督教哲学一千五百年 他说我看了以后很欣赏啊 我的印象 因为他是搞神学 他说如果要把那个书的名字改一改 也相当恰当啊 基督教神学一千五百年也可以 你不一定要同意这个同学的看法 他的意思说 当他看了赵老师的基督教哲学一千五百年 他的印象 基督说好像哲学跟神学的界限好像很模糊 所以因此把这个书名改成基督教神学一千五百年 大概也可以说得过去 我说明这一点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在咱们大庄宴校 很早就研究基督教或者宗教研究的老师 有些已经十多年二十年了 很大的程度上是西泽史出生的 所以他们一接触到西方的神学 就比较容易上手 到了俊代很受欢迎的地利西 很容易上手嘛 因为这些人的思想又好像哲学又好像神学 我的意思是说 在回顾二十多年来 咱们大庄宴校对宗教研究 基督教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我认为首先要谢谢那些西泽史出生的老师们 他们转过来比较容易 现在我的情况是这样 如果基督教研究 很严肃的基督教研究 只是基本上停留在西泽史的一部分 或者西方思想史 或者是西方文明一部分 就等于那个尾巴 Full Look Appendix 这个还不够 我们下期再见